认为都不是错误 因为那都是结合了他自身充分地考虑以后的一个抉择 从一二十年 梅雪见过太多无奈的选择 她能做的 是用自己的医术和经验 为患者及家人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 和最大限度的生气 来来拉进来拉进来 拉进来 护理员推崇 多大事 二十五 有新大病病史 说是骑车走的时候有点不舒服 就说你坐路边了 那一会儿就 他现在心跳都没有 童额散大疾病 十二天都改完了 嘴半边唱到新大 好嘞 现在发病应该有十五分钟左右吧 差不多 他们有家里人吗 只有一个同事家属还没到呢 你们哥儿三来 这个病人比较年轻 我们这种情况 十分钟走多复苏一般都能够恢复 我们认为他的这种复苏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抱着复苏成功的期待 强调室的医生接了一位患者安押 复苏了十几分钟 女孩没有任何反应 这是患者妈妈的电话接通 有脾肌炎 有同胺狼疮什么 他以前有飞动脉高压吗 一个进化道路 这个病人确实是一个比较棘手的病人 也是我这么长时间里面遇到第一个特殊的病例 复苏的结果和我们的预期的不太一样 我们现在都会怀疑它是恶性的区别时差 来 躲开 来 起床 放心啊 再多放快点 再加一只伤签素 心肺复苏 电击除尘 肾上腺素 急救手段全部用上 都没能让这个二十五岁的女孩回忆了心跳 眉雪闻顺 匆匆赶到强求室 它原先是红斑狼疮 据说有心脏病 但家里说不清楚是哪种 到这儿的复苏已经没个小时了 肺里全是血 现在做了之后就抱了一个诱心特别大 除颤除了六次给了九只的肾上腺素 九只一个小时 肾上腺素可能性不太大 六百六是胎的 对 就是吸盘以后好的时候到手 它就全是这个东西 没准在复苏方面的经验 也比我丰富得多 他见到的这些复苏的病例 包括这些困难的病例 可能也比我要多一些 会给我们带来可能更有帮助的一些治疗建议 现在腺素给过了是吧 可以吧 先给一下 这是第一次 再给一次 再给一次 来 听了 听了 我看着 他老有电活动 他是老有电活动 但是其实没有慢 他以为说活了 奇迹还是没有出现 你诱心那么大 关键是 我还是想想他能回来一段 他这么年轻 就教育大的男生了 再来一个时间先坐 再来一个时间先坐 快快快快 再来一个时间先坐 正常情况下 心肺复苏持续30分钟